各位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一周七天 为什么一个星期要有七天 古代罗马的阅历 是按照太阳计算 每个月平均三十天 十天为一许 并没有新奇的说法 中国人是根据阴历计算 每个月平均二十八天 到初一或十五 总是有一些赶集 或者是宗教的活动 但也是没有过七天 一个星期的说法 犹太人也是用阴历 一年十三个月 每个月四个礼拜 七天最后的一天 他们过安息日 这个才可能是 一周七天的原因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 生物都有计算时间的本能 树木跟着春夏秋冬和变化 花草跟着日出日落和闭合 高等的动物在脑内有松果体 控制着脑下线 掌握了心肝肺肾所有的器官 甚至心理的情绪的操作 在实验中发现有两种酵素 都出现七日规律的硬作 在星期三最高层 在星期天最低 因此身体的分泌 血压 细胞的分裂 都显示出 七日周期性的变化 好比 突然性的心脏病 每周出现两个高层 第一 可能是周一早上七点钟左右 另外一个 可能是周四的掌照 其他例如 癌细胞的分裂 对许多药物的反应 也都成七日周期性的反应 圣经告诉我们 神用六日创造了天地 第七日 祂就安息了 照着犹太人的律法 他们必须遵守安息日 到了星期六 什么都不做 单单的去会堂听道 但是主耶稣责备他们 只遵守一个外表的形式 却忘记 神设立安息日的本意 人一周六天 都为自己而忙碌 安息日 乃是应当为神而活 就是去行神所喜悦的事 主耶稣 祂是在七日的第一日 从死里复活 也就是安息日的次一日 祂向门徒显现 教导他们要纪念主 因此 星期天 又被称为是主的日子 基督徒当用这一天 来教会敬拜神 并且把遵行神的旨意 去行善 当作是重要的事 许多时候 我们像世人一样 会把主日当作是周末 尽情的玩乐 其实这一天 我们应当为别人而活 也有一些基督徒 每天都忙碌 到了主日 更是为教会的事忙碌 从早到晚 活动不停 不得休息 这也不是在守主日 休息乃是首先 要安静自己的心 在神的面前 如果主日一早起来 就匆匆忙忙地赶去教堂 而失去了神同在的平安 又怎么能够 预备自己敬拜神呢 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 我们的心灵 更需要安息在主的里面 愿神祝福你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